它的運氣 像我那時候有聽 吸收阿湯哥的一個小知識 就是家裡的陽台一定要綠 綠意盎然 我家的陽台 我都種了青菜 不能種紅花嗎 一定是綠花 我都種綠樹 我們也可以種蔬菜 可以種的 就可以吃的蔬菜 我們家就隨時都會有青菜 你要剝菜 你要 最近那個 掛菜 掛菜 我常年菜 對 希希呢 我自己有很多方法 我是放在一個 然後呢我每一年的過年 都要把它拿出來 然後你要把它存在 你會流動的帳戶裡 就每一年都會把它 換新錢 補救錢 就是它放在裡面 過了一年你把它拿出來 你把全新的錢放進去以後 那168你存到你的帳戶裡 就會讓你一直 越滾越多 但是我今天主要介紹的是水晶 因為我本身是個 水晶狂熱者 然後其實我之前在節目 有介紹過 我會接觸到它的原因 是因為 我很久以前的時候 很喜歡去一間 醫美診所打那個美白針 然後就發現裡面的護理師 每一個人都從 手到腋下 就超滿的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都什麼 然後每一個都什麼 對 他們每一個 而且是每一個 不是 它那個是一支吧 不是 就是每一個都帶滿 就說這個每一個功效不一樣什麼 後來他們就告訴我說 是因為他們其中一個美容師呢 他去一間店 然後買了一個水晶 然後是一個粉晶 然後那個賣的老闆娘就跟他講說 你回去睡前呢 都要對他默念七次 就是 然後第一個 率先去買的那個美容師 就立刻脫單 然後脫單之後呢 他就介紹他們其他同事去 然後每一個人去都脫單 反正那時候呢 他就是講說你的指令要非常的清楚 你不能說 我想要 你要說 我要 要 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有男朋友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去買粉晶 我就買了其他 我就買了這個 泰晶 然後你看他的 超材 我就發現 我覺得水晶超美 漂亮 就是你看他的私心超 很滿耶 滿到不行 全部都是泰絲這樣 我就覺得他好漂亮 滿絲很貴 對 然後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說 那你就先從便宜的開始買 我就先從一串一千的買 然後買的時候 他就說你回家就是睡前要對他許願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我這個月賺多少錢 結果那一個月就真的達到了 然後他就說 你就是可以達到目標之後 你就可以越換越好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就 每一個水晶我就把它upgrade 然後加上這些其實都滿稀有的 我覺得就是 他們現在就是我傳家寶這樣 這個是叫做捷克隕石 捷克 他很特別 你看他的那個亮度 他真的是隕石嗎 對 他就是很透亮 然後他的 他是說會讓你的個性可以變得更 剛強更堅定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後面越來越 這是天鐵 這感覺好重喔 天鐵現在很少也很貴 我們叫做天鐵 他就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是當初什麼 宇宙撞擊的時候 對 宇宙撞下來的一個隕石 對 然後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 那時候我剛入手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 視為我一個最終的目標 因為他價錢真的非常的高 那這樣多少錢 這一條應該要十 十 十萬 對 那你要一直帶著 我沒有一直帶著 我就是會把它放在我們家的一些 巨寶 像是 對 柴位啊 或者是可以看一下我的房間 就是這個是我的水晶區 水晶洞 澎花 泰金 紫水晶就是有貴人 然後黑曜石 放在我的這邊 來給大家 這是我的房間 有點亂 請大家忽略一下 就是 這是我的書桌 然後我上面這邊就是 擺我的水晶 上面這個袋子 所以妳剛剛在家裡放的那一堆 我其實加起來應該有 破百萬了吧 有 可是 我就會覺得買完我心情很好 我就覺得整個人能量很高 那妳拿去買包心情不會更好 可是 不一樣啦 因為我買著它 我會覺得我正能量 很正能量 然後就覺得做什麼事都很順這樣子 那就值得 而且我最近就買了新房子啊 對 還買新車 對 新車新房 我就覺得它帶來給我很多幸運 那每一個 妳都要一直跟他說話嗎 我不會一直跟他說 就是看到他們 我就覺得心情很好 就覺得很像我的小孩一樣 就放在我的可以看見的地方 對 然後我最近買了新房子 然後我也想說 想要把自己家裡的風水擺設呢 可以讓我更 就是運氣更好一點 對 現在是妳家的一角 對 我有一個 再來 模擬圖 來來 就是有很多小物啦 妳甚至喜歡柿子 還可愛 這柿子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先介紹這個好了 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它叫做布荷包 其實我們一般都會用紅包帶 但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長輩媽媽 外公外婆都會很喜歡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每個圖案 都是台灣設計師聯名的 像這個呢上面有一個魚 就是 綿綿有 很吉祥 然後這個花色其實 我覺得它都非常有質感 很喜氣啦 後面你可不可以打開 然後放那個錢 就是等於你可以放 裡面有錢耶 裡面有錢 對… 就是它就是做成跟錢的尺寸 一模一樣就可以裝進去 然後再來這是 柴園滾滾 它就是有一個金幣在上面 過年的時候要紅包啊 有一個方法就是呢 你收到的時候不要急得花掉 你要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放到元宵節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你也不怕要磨破 對 它可以接收 那個柴的能量 然後像剛剛一開始老師有說 可以放招柴毛 對 這個 也很可愛 好可愛 為什麼這麼多顏色 很多 因為每個顏色呢 代表不同的意義 真的 而且你看這個招柴毛 後面還有這個龍 它的顏色很特別 龍年有沒有 對 有龍的尾巴 超可愛的 你看到 有點像恐龍的感覺 對 像我剛剛拿那個黑色呢 就是如果你 是可以用的 然後這邊有個粉紅色有沒有 粉紅色的話呢 就是可以招桃花 其實桃花沒有那麼狹隘 其實桃花有分 就是有貴人 不一定是來到花 人員事業上 對啊 所以這可以人賣通錢賣 然後金色的話呢 就是自己賺大財 對 就如果你要自己賺錢的話 你就選金色 那我就招柴毛的話 可以把它放柴位 然後放玄關也可以 因為現在人呢 都是房子不大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 進門看到的地方 或者是聚寶盆旁邊 那其實很多就是 辦公室的小物 因為很多人做業務的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你的辦公室的左手邊 然後介紹完這個招臺嗎 還有我覺得這個超可愛 那個好療癒喔 對 賴姊姊當影院吧 它每一個都是 純手工製作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一般啊 我覺得柿子很可愛 可是好像沒有在市面上 看過它的抱枕 很少 很少很少 然後它就是因為它諧音嘛 就是世事如意 那個多少錢 一千多塊 兩千 一千五有早 我以為很貴 可以借我們抱一下嗎 可以 來 歡迎 這很貴妳 是 我想說很喜歡 很可愛 很療癒的 而且你看它一個 一個放在沙發上就很可愛 然後它很多個擺在一起 我覺得超療癒 很好抱 就覺得很 這個家裡很有喜氣的感覺 我自己本身 我每一年一定會患抱枕 因為這一年來 你可能累積了很多的 那個晦氣 商務納購 所以要嘛你就要洗 但通常我的習慣就換掉 然後過年期間呢 就是紅色跟黃色的元素 一定要有 因為黃色代表財富 紅色代表喜氣 所以這個是 紅加黃 它是黃色 對 就是世事如意 抱枕呢 也代表是一個靠山 然後裡面如果可以塞錢更好 可以塞錢 可以塞錢啊 真的嗎 那邊有財山啊 這可以嗎 我好像沒有想過耶 我想我每次都會換抱枕 真的 是我的習慣 很可愛 然後除了這個抱枕之外呢 回到家呢 我們要去 所以你就要一個瓜泥店 我覺得它很特別 就是 你知道放在家裡 那個門口進來有沒有 你有時候出去 外面可能鞋子髒髒的而已 大部分都好醜喔 真的 可是這個就很 這個超可愛 它也是跟台灣設計師聯名 然後它就很有喜氣 你看它有招財貓 然後它有剛剛 而且龍賀 對龍年嘛 就是龍年設計 龍賀 就是回家嘛 你腳很髒你就在上面這樣刮一刮 把你的爛桃花啊 還有一些晦氣 全部刮完再進家門 我覺得這個就很適合 因為龍年嘛 交換龍的地點 其實對我來講這都是消耗 好日子也要來了 對 好日子 對 而且呢 去過年期間喔 其實我們講Holy Day 其實呢 好日子呢大家要記得喔 過年期間呢 我們要除舊不新 那什麼時候是好的日子呢 例如說像那個 農曆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叫清准日 對 這一天一定要打掃 然後呢例如說你可能今天 把它清除之後呢 代表就是我舊的一年 二零二三的晦氣 不要帶到二零二四 還有最後一個 這個吊飾 吊飾也有在買 好可愛 就可以吊在你的門口啊 然後就招財啊 還有這個旺旺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吊飾 鳳梨 對鳳梨就代表旺 這可以放財味啦 那二零二四年呢 最大的財味在北方 北方 所以你在北方可以放這些 有沒有 而且北方的財味呢 會旺二十年 對 所以你的家裡呢 是南北向啊 作北朝南都很好 那這些要去哪裡買 在厚啦 那個便當是什麼 它是禮盒 對 而且這吃完之後可以 這吃完之後可以當那個聚寶盆 而且過年期間啊 家裡的客廳啊 茶餅千萬不要空空的 就是要放一些食物啊 不要空空的 然後尤其小朋友 如果來家裡的時候對不對 要吃你的糖果 你一定要給他吃 家丁丁 對 因為每個小孩都是財神 然後你跟他講說 不可以吃不可以吃 你太 主人家太小氣了 財神就不會來了 真的喔 對 放滿這樣喔 對啊 這就是一個習俗 就是家裡就是 在過年期間都要風衣足食 好耶 謝謝老師 太棒了 謝謝老師